站一分钟花完一百万 网友让我来 他和朋友来到超市 每个人分发一百万美元 看一分钟之内谁花的最多 挑战一开始 众人便开始在超市中疯狂选购商品 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 感觉什么东西贵重就拿 最后小男孩取得了胜利 因为他在无意间拿了一大把苹果耳机 成功让自己的货物价格增长了几倍 当然超市里的东西都有些便宜 所以这次几人来到珠宝店 不过这次挑战时间减半 女子一上来就开始选择自己喜欢的手势 旁边还有人一直在帮忙 最后经过测试 这一小盒珠宝足足有六万美元 果然只要地方选得好 再多的钱也会很快花光 不过这样快速花钱 老外感觉心疼 所以将目标放在了汽车模型店 规定只要触碰到商品就算 然而负责在商场里转圈 其中一人去外面开了一个大大的拖拉机 等到时间结束的时候 跑到外面摸下拖拉机 虽然还没有完成目标 不过